这小一点试一下组合模式 组合模式呢 在前端中应用场景也不是特别多 但是呢 我们还是可以通过一些例子来去体会一下 比刚才那个条件模式要好讲一些 概念呢 就是生成数形结构 表示整体部分的关系 组合嘛 大家想想 组合是吧 就是把很多有关系的对象给它组合起来 组合起来之后呢 生成一个什么 生成一个数形结构 就是一层一层的 就像那个数分叉着的 然后表示这个整体的部分的关系 就数是一个整体 对吧 让部分的是每个节点 然后让整体的部分都具有一致的操作性 这个是组合模式的一个目的 你无论拿到是整体 还是拿到一个阶子的节点 这样的话 它都具有一致的操作方式 也就是说需要他们的数与结构是一样的 他们的API也是一样的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例子吧 将文件夹下面有文件 文件夹下面有文件 文件夹下面有文件 文件 这就是一种组合模式 就是把不同的对象 表示出一个数 对吧 然后呢 表示整体和部分的关系 而且呢 针对每一个节点的操作方式都是一样 当然这个图中我们看不出来 它操作方式是一样的 右侧这个图也是 它也是一种文件夹 然后下面是文件 文件 然后文件夹 下面大家看 还有文件夹 还有不同类型的文件 这是MD文件 这是这个图片的文件 对吧 这也属于一种组合模式的那种实验方式 好 概念上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演示的时候呢 就是GS中 找不到这么复杂的数据类型 就是当前我们在 常用的一些库里边 或者说常用的地址里边 但是呢 这个虚拟DOM中的 这个Windows是一种形式 但是它数据结构比较单一 就是说 我们刚才演示的那个图片里面 有文件夹 有文件 文件呢 有图片类型 有MD类型 但是这个VDOM里面呢 它只有一种类型 就是VDOM类型 但是它确实表示的是这种整体和部分的关系 你也可以理解为 它就是一种组合模式 只不过呢 它这个数据对象 数据类型啊 它没有那么多 不是说好多类型的对象 都组合在一块 是一个复杂的一个数 不是 它当然它的数也很复杂 但是呢 它那个数据类型是比较简单的 这是前端这个虚拟DOM中的 微动的一个特点 但是这是我们能举出的一个 演示组合模式的 比较有利的一个例子 虽然说它数据结构比较简单一点 有人可能会说 那我们实现一个菜单 实现一个菜单 就是相当于我们上一页PVT里面 那个两个截图对吧 用GS实现一个菜单也好 实现一个文件夹也好 文件夹和文件的这个管理也好 这样的话 它不算是一种经典应用 而是与业务相关 就是我们 如果是按照那种方式来做的话呢 它就是有点 为了演示而演示的感觉 比如说你用GS实现一个菜单 或者说用GS实现一个文件夹的管理 这样的话 如果你做全了 是要相当于重新做一门实战课了 对吧 这门实战课的 里面的各种知识点啊 各种难点啊 那就不光是这个组合模式这一种了 其他的东西就一块都跟着来了 所以说我们没法去通过这种业务的需求 来去讲设计模式的一些应用 这个地方呢 请大家去体谅 或者说也自己去思考一下 是不是真的是这样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呢 我觉得思来想去 还是使用这个虚拟DOM的这个Windows来讲 比较合适 大家看一下 左侧是一个HMR的结构 对吧 一个DIV ID等DIV1 Cluster等Container 然后下面呢 有两个字节链 两个P 一个是123 一个是456 这样的话呢 我们通过虚拟DOM的转化 可以转化成这种结构 右侧的这种结构 大家看 最外层是一个大括号 就是一个大对象 Tag等于DIV 就是Tag的标签名字等于DIV 属性等于什么呢 等于ID等于DIV1 ClassName等于Container 大家看是不是这样对应起来的 然后Child Child就是它的子节点 对吧 子节点是一个数组 数组第一项呢 Tag等于P 属性没有 Child是这个123的一个字节链 第二项Tag等于P 属性没有 是不是属性没有 然后Child是456 这个45上 这就是一个Vnode的一个时间方式 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节链 对吧 从外看它是一个整体 但是呢 每一个又是一个子节链 比如说这个DIV是个子节链 这个P是个子节链 这个P也是个子节链 它就表示了什么 表述了一种整体和部分之间的一种关系 而且呢 是不同的对象组合成的一个竖型结构的一个整体 而且有一点呢 就是说 不管是对于这个整体来说 还是说对于某个子节链来说 它的操作方式都是一样的 大家看一下 针对整体来说呢 这个Tag有 对吧 Attribute就是属性是有的 Child也是有的 对吧 这是整体来说 那针对单个对象来说 就单个节链来说 大家看这个里边 Tag也有 Attribute也有 只不过它是空的而已 Child也有 对吧 所以说 这就符合了这个组合模式的另外一种特性 就是无论是整体还是整体单个部分 它的操作方式都是一样的 它的属性一样 操作方式肯定都一样 所以说我们在便利 Vnode的节链的时候 我们在便利里面的子链链的时候 我们根本没有判断什么东西 我们直接就是 按照统一的操作往下走就行了 这样就能便利完成 其实在很多的这个数据表达方式上来说 就是这种数据结构的表达上来说 这种方式都是很常用的 就是用一个大的一个对象 然后里面呢 包含一些小的对象 但是呢 大的小的对象呢 它们的数据结构都是一样的 都是属性都是一样的 那这儿我要做个总结 就是整体和单个节链的操作是一致的 然后呢 整体和单个节链的数据结构也是保持一致的 这是组合模式要求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地方 就是你不能说是好多个对象组成了一个数 每个数据结点的操作又不一样 这个这样的话呢 也没有意义了 实际原则验证 就将整体和单个节链的操作抽象出来 这个地方写错了 应该是将 不是讲 整体和单个节链的操作抽象出来 然后这样才是比较符合这个开放封门原子的 就是说 我们不管是整体还是单个节链 它的操作 包括它的数据结构 都应该抽象成一种方式 而不是说是一种散乱的 没有规则的方式 好 总结概念和用意就是说 组合模式将对象组合成竖形结构 以及表示这个部分和整体的这种层次关系 然后组合模式呢 是使用那个用户对单个对象 以及是组合对象的操作具有一致性 这也是组合模式两个要求其中的一个 这个也比较重要 然后时间方式呢 就是一种牵涛的方式 对吧 GS的应用场景 就是我们这儿举例的是虚拟DOM的Vnode 这个是GS中特别常用的技术 好 这一节就讲完 我去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